手游酷玩 从小对于这个恐龙就比较喜爱 然后我之前在录制这个视频之前 我就在想 我说这个游戏是有没有科学依据 因为虽然有点较真 但就是这样玩游戏有点杠性的意味 但是我今天百度刷新了我的科学认知馆 据说美国多名科学家说明 人类就是灵长类动物的祖先 和恐龙是生活在一个时代的 这个这个那我们背着来想 我看恐龙的大约得多大 也就是三四层楼高呗 那么在恐龙的眼里看我们 就像是我们现在看那个小蚂蚁一样 还不是那种大黑蚁 就是那种小蚂蚁 这么恐怖的吗兄弟 就是可能路过没看见我们 然后一咬直接带走了呗 这个可以啊 这个人类VS恐龙 恐龙晚上啊 这个恐龙是属于比较早期 统治地球时间比较长的这么一个物种啊 大约有1.6亿年左右 想了一想啊 我们人类好像存在时间也挺长了 但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这个历史啊 一直是我的一个落下 这地方啊 这个游戏啊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玩法啊 点击第一下屏幕啊 他会跳起来 再点一下会往下创一下 如果你创到了这个人类啊 他就会往上跳一下 或者创到这个弹簧 他也会往下跳啊 这地方出来了一个老哥 要拿这个长毛啊 扎屁股啊 这个 你这个人 是我变态啊 兄弟 他把这个毛 立得特别长 然后这个举动特别的虔诚 整得我有点猛 你的老师是木叶既使 奇木卡卡奇是吧 给我来这么一出啊 兄弟 那这个地方 跳到城就要小心一点了啊 因为我怕他突然 哎 我晕住行 行吧 我已经怕他扎到我啊 所以我决定立刻落下 然后就是晕 那么一下啊 他落地会把自己晕住 然后没想到 我的苏醒时间 还是比他那个 把毛举起来时间要长啊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尴尬了 没有关系啊 大不了 从头再来呀 那这地方 继续踩在一脚 然后我们看看 继续往上 这地方底下 那个黄稿满了之后 就变大了 我们就可以无限往下跳了啊 然后也可以 通过吃这个人类 和这个菠萝啊 来作为 我们的 算是 维持这个变成时间的 这么一个东西啊 啊 这类小戏 虽然花风简单啊 但是个人觉得还挺好玩的 今天给大家带的游戏呢 叫做 蒙岛大作战啊 我个人给个推荐分 大概在 三分左右吧 因为游戏本身有点板掉 可能玩时间长了吧 就会比较无聊啊 大家可能在 先刚开始玩的阶段 会比较感兴趣 然后后边就会有点兴致缺缺的啊 那今天 带来这个视频呢 就是比较失败啊 没拿过什么太高的粉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机库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机库玩的 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